2015年3月,一桌光鲜亮丽的梁柳波回乡探亲,没想到刚一进门,迎接她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。 面对警察,梁柳波起初还拼命为自己辩解,然而在确凿的证据面前,她只得束手就擒。 让人震惊的是,年仅26岁的梁柳波,曾先后与八个男人结婚,合法的结婚证就有七本。 期间,梁柳波通过结婚的方式,总共骗取离金38万9千元。 当初年仅20岁的梁柳波,是如何做到一女八夫,却没被民政部门发现的。 她又为何走上了骗婚之路?这一切还要从头讲起。 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。 梁柳波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,一个贫苦家庭。 由于父母早早离婚,她只得与奶奶相依为命。 年幼的梁柳波从没感受过家庭的温暖,却用小小的肩膀承担起繁重的家务。 因家境贫寒,梁柳波的学业难以为继。 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,中学还没毕业的梁柳波,选择去外地打工。 几年以后,梁柳波和奶奶的生活虽略有改观,却依旧贫苦艰难。 就在此时,在外地工作的梁柳波,接连收到奶奶的电话,催促她赶紧回家。 心急如焚的梁柳波以为家里出了事,赶忙请假赶回家。 结果到家后才得知,身为媒婆的奶奶,已经为她物色了一个好婆家。 梁柳波觉得自己年龄还小,不想太早结婚。 可奶奶却苦口婆心地劝说她,如果同意结婚,将来能在富裕的婆家过上好日子,自家也能收到一笔彩礼。 大大改善现在的生活。 一直乖巧懂事的梁柳波,只能听从奶奶的安排,与一位姓陈的相亲对象见了面。 初次见面,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。 在接触一段时间后,陈家人开始为两人张罗结婚事宜。 陈家承诺,只要梁柳波答应尽早结婚,婆家会为她准备一万八千元的彩礼钱。 梁柳波长这么大,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 她有些动心,在和奶奶商量后,果断答应了对方的要求,与陈某登记结婚。 婚后,梁柳波便打算与丈夫安安稳稳过日子,但毕竟是相亲认识,对彼此的了解还是不够。 婚后,两人在很多事上的想法都不一样。 丈夫有些大男子主义,处处让梁柳波按她的要求做事。 这让梁柳波心中非常反感。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,梁柳波趁陈家人不注意,带着全部家当偷偷离开了陈家。 起初陈家人并没有在意,他们觉得夫妻俩闹矛盾很正常。 等过几天梁柳波笑了气,自然就回来了。 可情况却出乎陈家人的意料。 他们左等右等,一直没有等回梁柳波。 随后,陈家人找到梁柳波的奶奶。 这才知道,梁柳波根本不在家。 这下陈家人晃了神。 他们问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,都没有得到梁柳波的下落。 他像凭空消失了一样,没有任何消息。 他们哪里知道。 此时的梁柳波,已经在外地与一位黄姓男子登记结婚。 原来梁柳波离开陈家后,直接回到了奶奶家。 并向奶奶哭诉了自己在陈家的遭遇。 委屈的他下定决心要与丈夫离婚。 奶奶听后劝说道,如果要与陈家人断绝往来,就要退还当初收到的彩礼钱。 可眼下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 到哪去弄那么多钱赔给人家? 不如将就着过下去。 此时的梁柳波也犯了难,可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。 最后奶奶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。 她让梁柳波偷偷离开,让陈家人永远找不到。 这样她可以在外面再找一个结婚对象,继续骗取彩礼钱。 在奶奶的安排下,梁柳波跟随奶奶的一位媒婆朋友,千里迢迢去了浙江上渔市,与一位姓黄的男子见了面。 相亲很顺利,对方也对梁柳波十分重意。 当即承诺会给梁柳波三万元的彩礼钱,并给唐媒婆五千元的谢媒费。 等彩礼钱和谢媒费到账后,黄家人选了一个良辰吉日。 敲锣打鼓将梁柳波取进门,然而才不到一周的功夫,新娘子就失踪了。 与陈家人一样,黄家人四处寻找梁柳波的下落,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。 他们以为是人鬼情未了,实际上是这小姑娘骗到钱就跑,和黄家演了短短一周的戏。 梁柳波就从中分得一万元钱。 他不禁暗想,原来钱来得这么容易。 当初对骗婚行径感到羞耻后悔的梁柳波,此刻在金钱的诱惑下选择了妥协。 此后梁柳波再也没有任何顾忌,胆子也越来越大。 这也让他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。 每次骗婚,梁柳波都会选择不同的城市和地区,事前也都做足了准备。 比如他在抵达当地后,都会先去了解当地的彩礼情况,做到心中有数。 接着就会通过相亲的方式与南方见面。 在谈到彩礼环节时,梁柳波便用自己的善解人意,说出低于当地彩礼前的数目。 不过避免让相亲对象心生怀疑。 觉得媳妇来得太顺利,好像哪里不太对劲。 这时梁柳波就会演一出大戏。 他先是请奶奶出面,拿出户口本证明两人的关系。 向南方说明自己条件不好,家里还有为年老体弱的奶奶要供养。 所以对未来婆家的要求也不高,也希望婆家人不要嫌弃自己。 梁柳波和奶奶一老一小一唱一鹤,很快让对方打消疑虑。 在支付彩礼后,梁柳波就会按照承诺嫁过去。 但往往不到一周的时间,他就会带着奶奶溜至大吉。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 有了奶奶这个最佳的身份证明人。 梁柳波的骗婚之路可谓顺风顺水。 人一旦有了贪念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 梁柳波的胃口越来越大。 之前一万多的财力钱,已经不满足于他的贪念。 于是梁柳波水涨船高,将财力从开始的一万八千元, 渐渐涨到五万元以上。 即便如此,他也能频频得手。 2011年至2014年,仅仅四年时间内, 梁柳波先后与七位不同省份的男士登记结婚。 骗取彩礼的套路如出一辙。 此时的梁柳波已经有了八位丈夫, 手中持有七本合法的结婚证。 几次骗婚让他聚连大量钱财。 涉案金额达到38万9千元。 殊不值。 正当梁柳波对自己高明的骗术洋洋得意之时, 他的行骗之路也即将走向末路。 2014年7月份的一天, 一对来自河北邯郸的母子, 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派出所报案。 韩先生称, 自己前不久与一外地女子梁柳波登记结婚。 谁知新婚妻子却在拿到彩礼后凭空消失, 他们觉得自己遭遇了骗婚。 根据韩先生提供的信息,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, 并很快锁定了当事人梁柳波。 工作人员拿着梁柳波的照片让母子俩辨认, 他们只认照片中的女子, 正是他们找寻多日的梁柳波。 为了尽快破案, 警方迅速联系其他省份的相关部门。 在多地警方的通力配合下, 很快搜集了梁柳波多次骗婚的证据。 警方对调查结果无比震惊。 梁柳波每次登记结婚, 使用的竟然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。 更为蹊跷的是, 这几次实名登记的婚姻, 竟然没有一次被发现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鉴于梁柳波行踪不定, 警方只得将逮捕令发往各省市, 同时在梁柳波家附近蹲点监视。 只要梁柳波一出现, 就会立刻将他逮捕。 梁柳波做梦也没想到, 自家周围早已布下天罗地网, 就在他回乡探亲之际。 警方果断出击, 将毫无防备的梁柳波抓捕归案。 警方随即对梁柳波进行审问, 而他对自己的骗婚罪行也供认不讳。 据梁柳波交代, 他之所以选择去不同的省份骗婚, 只因当时各个省份的户籍信息并不联网。 即使在当地登记结婚, 其他省份也根本查不到。 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, 梁柳波手中持有的结婚证, 每一本都是真实有效的。 这也让他的行为越来越猖狂。 最终梁柳波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, 并处罚金五万元。 而他的奶奶和那位参与骗婚的唐媒婆, 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罚。 在法庭上, 梁柳波在听到判决结果时, 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泪水, 当初只想摆脱贫困的生活, 没有经得住金钱的诱惑, 这才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。 虽然是因为年少无知, 这才被错误的教育引入歧途。 但作为成年人, 终将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虽然梁柳波的奶奶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罚, 但不得不说, 她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。 正因为亲奶奶的推波助澜, 才葬送了这个正值大好年华的女孩。 或许在利益至上的人眼中, 亲情没有任何价值可言。 如果当初不是受金钱的驱使, 梁柳波的奶奶也不会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, 毁掉亲孙女的大好人生。 回顾梁柳波的人生经历, 会发现这个女孩的人生实在不幸。 父母离异自幼与奶奶相依为命, 一直过得贫困潦倒的生活。 她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, 然而一次成功的骗婚经历, 却让她被金钱蒙蔽了双眼, 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 如今梁柳波已经出狱, 她重新开始打工挣钱。 吃过一次教训, 她已经不敢再触碰法律的红线。